70家有声音电视台都在传播 大概现在在台湾 没有一个基金会像我们这样 真的因为我们带子送出去的嘛 对我们很清楚嘛 全国70家有声音电视台我们都送给他 请他去播放 并且我们这个播放的带子 我们全部都是免费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盈利行为在里面 扮演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做公益的幕后推手 红慧博士 希望透过各式讲座达成多元文化 促进族群和谐 每个人都拥有快乐的人生为目标 当然也呼吁各界爱心人士 可以一同加入志工的行列 共同为社会付出尽一份心力 今天天下没有独占的 当你销路好的时候 马上第二天你家就进来了 没有什么好等的 大家都在拼了 本来就是短兵相铁 现在全国跟灿坤竞争这么厉害 他给你独占 没有了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很重要 好 首先跟大家报告 竞争对手的调查 能够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 不知己不知彼 根本不要讲了 就当年我去当总厂长 各位都知道吗 我为福出征 看了十家中华民国最大的家族厂 什么样我都要混进去 看 人家的工厂制造 人家的行销 人家的工厂的管理怎么管 我回来才能够做 我自己的定位 我大宗何去何从 我不知道我的对手 我怎么去定位 那是叫原木求鱼 当时我大宗做了 全中华民国最大的家居厂 我的薪水是中华民国 所有家居厂里面最好的 我给大家报告 我不是一步登天 我看完以后 可能隔三个月 隔半年隔一年 全部落实在我的管理上 就是这样子 所以竞争对手非常少 第一个资本额 你有多少的资本额 你能做多少事情 你有大型的 你有中型的 你有小型的 营业额 资本额 营业额 你能做多少吗 你做良意 做四亿 做十亿 做二十亿 你的员工人数 你一个人生产力多少 很简单 观众一个人可以 一个人可以做一亿 一个人的营业额是一亿 你自己算 你的生产力在哪里 不是人海战术 什么叫人海战术 讲人海战术是外行人的话 你的生产力在哪里 就前面讲的生产力 还有你的生产规模在哪里 生产规模 你什么样的机台 你有什么样的生产规模 你看我去公办去看屏东厂 看玩笑 十五台机器只动了三台 你另外十二台你在做什么 我到一个工厂看 我只要看到机器有没有在动 就像我们都太内行了 你机器为什么不动 你告诉我没有订单 没有订单你可以按照计划生产 你干嘛给我浪费 你有十五台 就十五台给我全能开工 订单你要去找 你要毕业务人员去找订单 你不要告诉我没有订单 所以这是很重要 另外产品的特色 我产品的特色在哪里 你要自己去定位嘛 你的竞争对手的产品特色在哪里 我怎么跟他拼 市场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 昨天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跟明天也不一样 你随时跟着你的竞争对手去做变化 你要去因应 另外行销通路 行销通路越多越好 越宽广越好 不要把自己限时了 就常常跟很多企业讲 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客户定在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客户 他占你的比例可能要高达50% 30% 20% 10% 10%都不行啊 像我大通当时定的就是 任何的订单不能超过 每年的订单不能超过5% 我就设定不能超过5% 就当年的御龙只找了一家国产机车做他的总代理 那是非常失败的 我就御龙演讲 我说你怎么去找一家 做你的独家代理 你根本没有竞争嘛 他都完全没有竞争了嘛 你应该找个三家五家十家 让他们去竞争 这是非常重要 另外企业的形象 你要不断去记得企业优良的形象 去建立你的精致招牌 你今天不做明天就太慢了 不断建立国内的形象 还要建立什么 国际品牌形象 你看 今年 明基 为什么他形象提高了25% 因为他买下了德国西门子 你看现在中国大陆 很多的国营事业 都要去买国际品牌的形象 你IBM都给你买下来了 天下还有什么东西不能买 美国人觉得很没有面子 IBM都给你买下来 我讲IBM是个人电脑的部分 大陆上现在有钱 很多国际品牌都跟他去买 他直接买 给你收购 那自然买下来以后 那自然买下来以后形象就不一样了 另外市场的风评 所以市场的风评 就是在消费者使用你产品以后 对你的评价 这也是很重要的关键 消费者用了以后 对你的评价是如何 还有未来的展望 我这个企业 我这个产品 未来何去何从 所以产品要有未来性 未来性非常重要 我们传统的产品 传统的市场 传统的市场 我们会有传统的产品 但是我们所有传统的产品 也要跟高科技结合 我们家具是最古老的 纺织也是最古老的 家具也要跟高科技结合 纺织也要跟高科技结合 无成衣 太空椅 太空桌 这个都是高科技结合 我们是有神桌 那是最传统的 并不表示 传统的产品 不可以跟高科技结合 任何的产品 都要有未来的展望 另外 市场的差异的调查 市场差异很重要 我们有高价位的 有中价位的 有低价位的 各位都知道 为什么运农的 Cephilo 少主中心 因为Cephilo 大小通吃 它有70万的 也有150万的 你要有高价位 给你高价位 你要中价位 给你中价位 你要低价位 给你低价位 它叫大小通吃 一般来讲 Bench就是Bench BMW Jaga 那是高价位的 但是 玉龙少主中心 就是它 大小通吃 那那个就没有 所谓的 差异性了 因为它 一款车子 它可以大小通吃 但是一般来讲 都会有低个品牌 你定位 定位在哪里 你当然 你如果说要高价位的 你就是要有 国际 知名度的 对比这很重要 品牌就是价值 Like Adita Gucci 等等很多 那都是世界名牌 另外 你的产品 品牌是一回事 品牌里面 贴出是什么样的产品 你吸引消费者来购买 你怎么吸引他来购买 产品也是很重要 并不是低价位的产品 就没有好品质的东西 不是 你自己怎么去 从产品里面来做 另外占有率 你要不断地扩大 你市场的占有率 你看当时 几年以前 苹果日报来我们台湾的时候 它就是低价销售 十块钱 打得 所以国内的市场 灰头土脸 今天它 苹果日报的发行量 我是讲零售的部分 它已经是三个 大报的业务总和了 这个业务总和 从北中南都是一样了 所以它现在贸然绝然的 我要提高15块 我就在等 联合报 中国社报要不要提高 他们不敢提高 怎么提高 我也给大家报告 当苹果日报 提高到15块钱的时候 我去做市场调查 几乎它的报分 没有任何的降低 我今天不知道 苹果日报的总经理 有没有来 我第一场 他就来听 我通知他 苹果日报的总经理 真总经理 我好久没有跟他联络 他们真厉害 香港人 讲个国语 还讲得不太清楚 这是什么厉害 所以你的占有率非常重要 因为你只要领先这个占有率 占有率 扩大你的占有率 你就是赢家 人家看你的脸色 等于说 那个时候苹果日报 你零售只有10块钱 如果说你要订阅的话 对不起啊 要15块 他根本不要你订阅 他就是要你到市场上来买 那叫强迫订奖 中奖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我 我订中国市报联合报 我订一年 他送我脚 送我脚纳车 那就是一年的报费 你们的一半的价格 为了促销 你看他们都厉害 这就告诉我们市场占有率 实在是太重要 另外品质 不管你是高价位 不管你是中价位 不管你是低价位 你还是要给消费者 好的品质 不好品质的东西 千万不要推出来 跨世纪 创新机 从法治 迎明星 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公益系列讲座 坦白讲 当你产品 推到市面上来以后 你的服务 也要超人一等嘛 你希望做到什么 一通电话服务就来 我前面一再跟大家报告了 你看我自己用櫻花牌的热水器 用虎头上印的 这个电锅 或者热水壶 或者 卫浴设备 合成的卫浴设备 我没有它广告 我自己用全路的营迹机 用了已经二十几年了 全路过去市场占有率是70% 现在已经不到50%了 它的价格 全路的机器是国内价格最高的 我也跟大家报告 它是服务品质最好的 真的是一通电话服务就来 原则上都会当天来 不会到第二天 那有什么规定 有什么关系 好的服务就是 我觉得价值有价值嘛 然后一般的观感 这个观感不是我主观的观感 是一般消费者的观感 这也很重要 每个人都会讲自己好 但是 不是除了你讲你自己好以外 还要别人讲你好 这也是关键点 就是一般人的观感很重要 另外消费者心理 我们要去抓每一种产品 每一种畅销的产品 他为什么消费者 为什么要买你的 你要去了解 他买你的原因在哪里 你要去了解 你要深入去了解 你的竞争对手 你为什么要买你竞争对手的产品 你要去了解 他强在哪里 你强在哪里 他落在哪里 你落在哪里 这也很重要 你往经营的方式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畅坤过去所有的连锁店 全部都倒垫 就是他倒了以后 他到大陆上去开生产工厂 他看了 看了很成功 回过来再来做 射点 我告诉你 他不会垮 他已经垮过一次了 他现在所有的销管费用 都降到5%以下 所有的销管费用 我给大家报告一个数字 都降到5%以下 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产亏 股票还是五十几块 六十几块 我几乎 每天都在看 很多上市上贵公司的营业额 我都在看 他营业额一消退 一衰退 我股票马上卖 马上卖出 因为未来不会看好 营业额非常重要 消费的眼睛也是血量的 当你营业额衰退的时候 马上股票就跌 还有你的获利率一筛退 股票马上跌 就是获利率 营业额 这是非常重要 另外 获利能力 经营企业就是要赚钱 你可以找一万个理由 告诉说 为什么我不赚钱 你也可以找一万个理由 告诉要赚钱 问题是怎么赚钱 我一再来强调 邓小平讲的 不管黑猫白猫 人做老鼠就是好猫 我不管用什么方式 赚钱了 不择手段的赚钱了 在老板的立场 我用一个干部 你就是给我赚钱了 你不要给我讲一大堆理由 我都都听不懂 就是赚钱了 就是这样子 好 另外要做什么 消费者调查 消费者很重要 消费者就是我们的医师父母 怎么说消费 购买动机 他买我这个产品的 动机在哪里 他买别人的产品 动机在哪里 你要去研究一下 这不是纸上谈兵 你要实际去了解 最近有个广播公司 最近有个广播公司 在访问我 他访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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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怎么经验这么丰富 他说我们这家广播公司 我们非常赚钱 我们一年也赚了三亿到五亿 他说我们还是要改革一下 我就跟这个 节目部经理讲 我说我现在绝对不会 为某一家企业 去担任他的董事 或帮他改革 我不会了 因为我的层次已经提高了 我只有投资你 我编程你要赚钱 我决定不会自己再跳下海了 不会了 我说你给我再多的钱 我决定不会去担任一个 上次上规公司的董事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绝对不担任他的董事 因为我担任董事以后 我的股票不能脱手 我不要 我鼓励你要赚钱就好了 我编册你要赚钱 这家公司 所以怎么去编册别人要赚钱 所以你要了解消费者喜好 购买的动机 还有外观的喜好 现在 年轻的消费者 他希望你的外观是什么 又酷又炫 你这是吸引他们购买很重要的因素 不然像我们这种 我觉得已经老扣扣了 要黑色的 什么东西黑色的 深色的 现在很多消费者 什么深色黑色 他根本不要 他要就是炫酷 消费者的外观很重要 另外可以接受的价位 坦白讲 吃什么鲍鱼大餐 什么几头包 哇 还有 我心里想 台湾真的有钱人实在太厉害了 开玩笑 那个金字塔顶端了 才有资格去消费 所以我们的产品 你千万不要放在金字塔顶端的 最好放在低价位的 因为金字塔顶端的 也就是那么少数这些人 对不对 连我都不会去消费 看玩笑 吃个鲍鱼几万块 怎么吃得起 对不对 我吃五十块钱便当 我已经很满意了 现在大家都在减肥 减重 我常常现在还不太愿意应酬 我一应酬 体人就完了 我只能吃某一个限量里面的东西 一个便当的量 已经对我来讲 已经太满 太够了 以前是大家拼命想吃 营养不够 现在在座的朋友 您都营养过剩了 尤其我们在座的小姐 你吃胖一点 还想办法花几十万 几百万去减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可以接受的价位 你不要定的太高 我一个好朋友 以前我来来的同事 他现在在经营一个 很大的一个餐厅 我跟他讲 哇 你都是鲍鱼 鱼翅 我说谁能够消费 我说你马上给我降低价位 三千块 五千块都要给人家定习 你那么漂亮的场地 你应该找福人社 诗子会统计会来 你给我搞一个什么 鲍鱼特餐 鱼翅特餐 一两千块 两三千块 谁吃得起 我说 你还在南京东路上 马上降下 你什么价位都接 就是这样子啊 没有办法 现在不景气 另外 品牌的认定 这品牌很重要 你是高价位的 是中价位 低价位的 有时候一个 一个产品的价值 并不是在于 那个产品的价值 还在于这个品牌的价值 另外 对品质的期许 你要求自己很高嘛 像供卖局 某一个产品有问题 全部回收 对于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你要对社会大众负责啊 所以品质你自己 也要期许嘛 另外习惯的取向 对很多的消费者 你要去考虑到 他的习惯 去研究消费者习惯的取向 去了解 来配合他的取向 另外消费者的商圈 我们不能忽视 商圈的重要性嘛 你开每一个连锁店 你都要考虑到 附近的商圈 你有什么样的消费者 你的消费群从哪里来 你怎么定位 去了解商圈 另外 工人的评价 当然我们今天 消费者希望什么 工人越多也好 消费者越方便越好 问题是说 你怎么样让他 有这种工人性的取向 另外 资讯的管道 今天的资讯 是非常的畅通啊 你不要忽视消费者 对于资讯上的 所谓的了解 现在透过各种的资讯 另外国际的潮流 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村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我们就是一个 不能 抵消国际化 对我们的影响 所以国际潮流 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主导性 你看现在 世界上一流的影片 第一个来方 我们跟他同步什么 一听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就是一个 国际化的都市嘛 你不能忽略了 国际潮流的影响 另外产品趋势的调查 也就是说 今天产品 你有产品趋势嘛 第一个 社会发展的导向 你看过去我们24小时的店 很少 开了也要关掉 以前7-11 24小时 有段时间 没有办法 直到12点了 后来因为消费者 在习性改变了 夜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24小时现在很普及了 现在连什么理法厅 理法店 卖眼镜都24小时了 为什么 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导向 另外 生活习惯的转变 为什么 很多人去欧洲旅行 去美国旅行 就受了欧美环境的影响 生活环境也跟着变了嘛 没有办法忽视 你看你到日本去看 每个人很多人懒头发 他就受到欧美的影响啊 所以没有办法的事情 生活习惯转变了 另外周遭环境的冲击 每一个人都会受到 你整个周遭环境 对你的影响 对你的冲击 不要忽视着这个的重要性 另外传统文化的调试 我刚跟大家开始就报告了 每一种产品 都会有它传统的产品 每一个产品 也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但是传统的文化 也会受到改变 也会要做调整 最能够符合时代潮流 才是最能够 让消费者接受的产品 另外国际化的影响 无容置疑的嘛 今天谁不要受到国际化 所以我们不能在台北看我们国家 我们不能在高雄看我们自己 我们要在世界的立场上 所以现在中天频道 陈文健开一个节目 十点 就是让你认识世界嘛 让你认识大陆嘛 你不要光是在台湾看我们自己啊 我们是天下无敌啊 那是骗人的啊 这是骗人的啊 不能在阿Q啊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谁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另外市场的需求 最能够符合市场需求的 才是最好的 就是市场导向 消费者导向 市场导向 消费者导向 客户导向 另外消费者的反应 所以消费者就是我们的一世父母 他对我们提出任何的建议 我们都给予高度的重视 不要小看哦 任何消费者给我们的建议 我们都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另外设计的创新 你看Canon的照相机 卡锡尾的手表 每年几次不断地推出新产品 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 不是到了极限 我给他产品设计没有极限的 永远都要创新突破的 另外广告的诉求 广告是非常重要 今天谁不受到广告的影响 无论是电视 广播电台 广播电视 报纸 杂志 网络 另外高科技的发展 任何一种产品 都要跟高科技结合 不管你再怎么传统 是的要跟它结合 那这样才能让你的产品 历久长青 跨世纪创新机 从法治迎明星 红军培文教基金会 公益系列讲座 新闻 我们今天卖任何的产品 我都要由产品分析 自己 我的优点在压力 我的缺点在压力 怎么发扬我们的优点 然后弥补我们的缺点 另外 市场的通路 一再地强调 市场的通路 越多越好 越广越好 我们不怕客户多 就怕客户不够多 另外 经营的形态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有效的方式最有效 假公司模式 过去我在东地市 我们就是用台硕这套模式 那时候东地市还不是十大企业 那是三十年以前 我们就用台硕的管理制度 我们超人家的 但是超也要超得本土化 人家做一个制度 可能花几百万几千万 那个精神我们要来用 就是要本土化 那就是经营的形态 另外CRS在整体设计 中华民国讲 第一个讲CIS 就是我在讲 我有一个演讲 以后就是有一个企业形象 各位来听一下 中华民国第一个讲企业形象 就是我在讲CIS 从理念的 Visual Identity Behaviour Identity 等等 理念的形象 行为的形象 一直到世界化的形象 你一定要一个什么 表里如一的形象 一定要做整体规划 另外协力厂商的配合 大宗公司是第一个 大宗家具是第一个 通过中信卫星工厂的 第一家家具厂 我们十家的 我们十家的 对于 its